省道台一線上午是傳出了有水果行的大貨車 因為機械故障的問題 造成機油不斷的外漏 一路是漏了兩百公尺 造成有四臺機車摔車 還有六名騎士因此受傷 附近居民為了避免更多的傷害 第一時間是把家裡的桌子都搬出來阻擋 還有人站在馬路中央 提醒騎士騎慢一點 即使其畫面拍下 二十六號上午十點五分時 這臺水果行大貨車經過 停下來再往前開時 地上就留下了明顯油漬 八分鐘後貨車駕駛發現漏油 回頭查看時 剛好一台經過的機車摔車 騎士連安全帽都飛掉了 肇事駕駛跟一旁轎車駕駛 連忙將他扶起 還有其他野摔車的騎士 紛紛回來找原因 就是騎過來的時候 路上很油 然後就是發現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就已經摔出去了 漏油總共造成四台機車摔車 六名騎士乘客受傷 機車車身也明顯受損 二十六號上午台一線省道 零落路段 貨車一路漏油漏了超過兩百公尺 附近居民第一時間 把家裡桌子全都拿出來當路障 還有居民站在路中間 叫騎士騎慢一點 那麼多六七台 那麼多 從那邊一直爬過來 懷疑整路 居民除了在現場立黑板提醒 還將漏油路段撲殺 就爬更多車因此受害 原來貨車疑似是因為機械故障 從車頭不斷露出機油 駕駛事後發覺已經來不及 貨車駕駛除了得賠償機車損失外 警方也依照道交條例 第三十條一項二款規定 可處貨車駕駛三千到一萬八千元的罰還 記者林安萍 評論報導